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也一定要刺激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过程 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然后币安还有火币 选择OE的原因呢 它是在国内叫OE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 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 是它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了很多 它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以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我链接去注册的话 谁有好处的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佣卡 其次呢 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 可以把你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罢者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刘万系里面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 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手机号 填上我们的邮箱 就可以来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大家可以先登舞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登舞 好 如果正常登舞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他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到 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洗手朋友根本看不懂 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 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操作起来呢 也是很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 或者是微信 扫对二维码 然后下载 如果提示被拦截 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 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 基本浏览器的话 都是带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 然后直接扫这个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 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 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这边 在这个电脑上面 先登录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回来了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它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 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录QQ号 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 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 男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你需要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有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 来下载它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 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 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五块钱 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银 大家随便的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 我们刚才这边有一个登录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 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我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个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前面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 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 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已经登录上来的 这是我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 我们先认证一下 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 大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 像这种东西 偏好设置 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银行卡保定上 然后点击这边 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 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会有三个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 银行卡就写 像支付宝 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 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好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 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泰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它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购国购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货币 无论你是美元 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货币呢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 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 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等我上来之后 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上架 你想买谁的核桃网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会计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片子 这个大众交易大家用到 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会计交易容易匹配到片子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N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的吧 然后支付方式 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是 识别交易所里面的片子 好 然后呢 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 有它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4000多单 有一个1万的 我们选择这个1万的 1万多单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它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 呃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两个东西 就是一 二 然后这是三 这三个东西 一定要 这一年以上 这越多越好 这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文文 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G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来这边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 我买2万 然后选择零手机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形式来说一下 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的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 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收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售余费 然后点击付款乡情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 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 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明细 帮我们近期 像我这种流水明细 给他看一下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 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他们开户银行 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了 然后我给这个6228 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 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 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 这个卧益支付 钱打完之后 再点击卧益支付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 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都有保证金的 绝对会发货的 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USDT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好 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 一个爱资金账户 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 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我的钱 是在资金账户里面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共鸣师词译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可以用了交易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来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刚才给大家说了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税大 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 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S 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 是当前这个ETS 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 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非消耗 大家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 你是搜索不到了 谷歌搜索一下非消耗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瑞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 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S 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 BTC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BB 点击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 6万亿了 我们想去买 哥哥币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哥哥币 我们输入DOT 然后选择BB 它就没有 变成0.1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 小购以太坊 得击 这边 然后呢 这边 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 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 这边可用100个USG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 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 3419USET 好 那我过两天 可能这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 3519USET 好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3419买 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100个USDT 好 那我们这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 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候这时候 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 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它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 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追他 点击缺链 好 他那没有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这边的OE 然后回到这里 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 孩子选择CRC 这个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这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就看一下他 他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9万多单 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好 选择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余费出售 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点击零手余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我给我们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 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流程就跑通了呢 这不就很简单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所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来源 Danny Ryan 信标链将协调质押网络 类似于一个中书记账本 记录验证者名单 对验证者进行奖励和惩罚 合并后 信标链成为以太方整体的一部分 应该也会同时承担交易执行 数据可用的职责 在分片实现后 信标链还将协调分片网络 从当前的规划来看 以太方未来的发展路径 是想要通过优化主网共识 POS 优化数据存储 验证效率来提高主网性能 同时外界价值 Roller 交易执行主要向Roller拓展 因此 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向Roller 承接以太方交易执行层 以太方Layer1作为更高效的数据 有效层和共识层过渡 未来的发展不排除这种情况 以太方Layer1退居幕后 Roller成为交易执行的高可扩展性机器 以太方Layer1为Roller数据有效性 和共识提供保障 节点和TAC开发者可以根据 HTGPS冒号斜杠斜杠 TACR1-N.org 斜杠 EN斜杠 UPGRD S斜杠 MELG 提示进行操作 在主网合并前 以太方分别在 King Ropth Sipoli Gori测试网上进行合并测试 目前King Ropth Sipoli已经成功过渡到Pars Gori的合并预计在8月11日进行 由于Gori是最接近以太方主网的测试网 Gori合并测试比较重要 这之前将分别在Gori 主网上进行影子分叉测试 影子分叉是合并的 是运行 此前的影子分叉中不是没有问题 在考虑到测试网合并 并不是真正的以太方主网合并 以太方主网上运行着数千个节点 55万多个代币智能合约 数以万计的D5FT应用 相比之下 测试网中的应用和资金要轻别许多 以太方主网的合并复杂度远超测试网 再加上以太方的合并已经经历过多次延期 江卓尔也表示 还有大量的应用没有开始测试合并 因此我们对9月19日能否如期合并不报乐观态度 在信标链方面 目前验证者数量已经超过41万个 BTA施压数量超过1310万个 占到总供应量的约11% 从上限至今 信标链一时稳定运行 信标链已经为合并做好准备 信标链现状 来源 合并前后五大维度数据对比 合并前后 以太方网络会出现一些变化 BBNU相从去中心化程度 安全性 节点收入 代币供应 合规风险五个维度进行对比和说明 去中心化程度 合并前 以太方活跃节点数量维持在数千个 高峰期曾达到12569个 目前活跃节点处在数百个的低谷期 这些节点分布在全球各地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地理分布上看 抛的以太方网络去中心化程度已经很高 以太方刨节点分布 来源 DTHRCN.O-NODETRCKL 相比之下 未来将接棒刨的信标链验证者数量更多 目前信标链验证者质押32ETH客户端 超过41万个 需要注意的是刨网络中的节点区分大小 不同的节点算力水平不一样 而信标链中每个验证者背后都质押了32ETH 份额相同 没有差异 可能存在大量验证者由同一个聚精掌控的情况 所以尽从节点数量进行对比无法完全说明问题 当我们比较去中心化程度时 我们也该考虑网络的参与门槛 尽管以太方刨的竞争还主要停留在GPU阶段 但是合并后 参与门槛有望降低 刨时代 要参与以太方网络 你需要有专门的机器 并且机器成本不低 机器还在经历着持续的迭代 Boss时代 以太方网络对于机器 机器操作和维护的要求都有所降低 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质押服务商 以小为贴参与质押 能进一步免除机器配置 运为上的麻烦 所以以太方合并后支持的参与群体 会比Po更加广泛 你只要有DH可以参与 Boss能会带来财富集中问题 这是很多人对以太方合并存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 任何系统都无法阻止资源 财富的集中倾向 考虑到以太方的参与群体更为广泛 并且质押的代币可收回有利息 相比于机器折旧和淘汰 参与者更愿意在质押中投入成本 小节点的数量和持续参与 能缓解巨金财富增长的速度 Whiteley认为以太方网络的财富集中程度翻倍 可能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长度 但无可否认的是 PoS以太方网络对于巨金而言确实没有门槛 他们的财富优势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安全性 在安全性方面 Whiteley曾发文论证合并后的以太方网络更加安全 论证从攻击成本 攻击后恢复难以程度进行说明 以攻击成本 假设网络每天有一美元的区块响力 攻击此网络所需的成本是多少 基于GPU的Po网络 你可以租到便宜的GPU 所以攻击网络的成本就只是租到足够的GPU算力 以超过现有的矿工 没产生一美元的区块响力 现有矿工的成本将接近一美元 如果成本高于一美元 矿工会因为无力可图而退出 反执行矿工就会加入进来 因此攻击网络的成本只需要高于一美元每天 而且可能只需要持续几个小时 总攻击成本 0.26美元 假设攻击6小时 攻击成本为GT 1美元24x6 其因为攻击者可以收到区块奖励 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压到0 基于SIC的Po网络 SIC其实是资本成本 当买进SIC时 你预期大概可以用两年 因为它会慢慢耗损或是被性能更好的硬件取代 如果一个链被50%亿攻击了 社群可能会更换刨算法来做出应对 而这时你的SIC就会失去价值 平均而言 抛节点成本约为三分之一的经常性成本 和三分之二的资本成本 因此 每亿美元的区块奖励上 抛节点每天会花0.33美元在电力与维护上 0.67美元在SIC上 假设SIC可以用大约两年 矿工会需要为单位 SIC硬件花费486.67美元 486.67美元365天X2X0.67美元 总攻击成本 486.67美元 SIC加0.08美元 电力与维护0.33除以24x6 等于486.75美元 报所网络 权益证明的成本几乎是百分百的资本成本质押的币 唯一的营运成本是运行节点的成本 和SIC不同的是 质押的必不会贬值 而且当你不想质押了 你还可以在一段短时间内取回质押金 因此参与者应该会愿意为同样程度的奖励付出比SIC的情况更高的资本成本 让我们假设15%的质押利率足够吸引人们质押 这是ETH合并后的期望 因此每天1美元的区块奖励会吸引相当于6.667年资金1美元15%每年的抵押 换算为金额为2433美元 1美元每天365乘6.667 节点消耗的硬件与电力成本很小 每1000元的电脑可以抵押成千上万的资产 而且每月100美元的电力与网费也算足够 但保守来说我们假设这些经常性成本是抵押总成本的10% 所以我们只有每天0.90美元的区块奖励对应到资本成本 因此我们还要把上面的数字减少10% 总攻击成本 90%2433美元 资本成本加0.10美元24乘6电力等于2189美元 笔者补充 投网络中要实现攻击 需要满足具体 50%算力 以太坊合并后的PASS网络中 根据一些人分析 三分之一的质押份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安全预值 在这种情况下 0.26除以2LT 486.75除以2LT 三分之2189 从计算结果来看 PASS以太坊网络的攻击成本高于跑的以太坊网络 这种反催弱性来自于市场对以太坊的信心 以太坊不太可能变得一文不值 相比于机器会折旧和淘汰 质押的必不会损耗 反而会升息 尤其是在质押资产有升值预期的情况下 这激励更多普通用户参与 市场的参与越是去中心化 质押的资金越多 效动以太坊网络所需的资金成本就越是高啊 而更容易从攻击中恢复 在攻击恢复层面 Whitley认为 PASS网络的恢复能力强于跑网络 对于GPU维护的跑网络 一旦被攻破后 网络几乎没有抵抗和恢复能力 对于SSC维护的跑网络 社群能够应对第一波攻击 通过硬分叉来更改跑算法 但同时 所有机器包括攻击者和诚实节点的SSC 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新算法创造新的SSC 攻击和抵抗情境又将回到GPU的情况 比褶珠 因攻击者和诚实节点回到同一起跑线 情况会比攻击者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攻击 GPU网络好一些 攻击者可以攻击在攻击 使网络无法恢复 相比之下 在PASS网络中 对于某些51%攻击 特别只想要推翻已经敲定的区块的攻击 PASS网络有内设的伐谋 SSC机制 攻击者在攻击的同时会受到重创 对于更难侦测的攻击 特别指51% 核谋截断他人信息的攻击 也有办法削弱攻击者 但如前文所述 确保攻击者质押份额LT 三分之一是比较重要的安全预纸 EK充印和节点收入 现在市场对于以太坊合并最兴奋的叙事莫过于减产 合并后TH产量将减少 IDL559烧回BASS-SC 用户被鼓励质押TH 使对TH流通量降低 这些因素有比较大的可能使以太坊进入通缩时代 ETH通胀 通缩情况取决于两个要素 分别是TH年产量新增量和ETH作为BASS-SC 每年被燃烧的量销毁量 ETH的产量来自两部分 分别是出块奖励和信标链上TH质押奖励 合并前出块奖励归矿工所有 平均每13.3秒产出2.08ETH 这样一年下来的出块奖励大约为493万ETH 合并后 出块奖励将被取消 至于TH质押奖励 目前总共有约1300万ETH为质押 一年释放 大约58.4万ETH作为质押奖励 合并前后 质押奖励都分配给信标链上的验证者 质押奖励取决于总质押量和EV LIBOR逐渐降低来源 而President Money 现在TH总供应量是1.197亿 所以合并前 以太坊年产量占总供应量的493加58.4 11970等于4.6 合并后 这个数据变为58.4 除以11970等于0.49 合并导致ETH延产89.4 以及销毁方面 根据WATCHDHBURN.com数据 每天销毁的Based SE持续波动 在1559生效 2021年9月27日以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 已经销毁超255万ETH 255万ETH 58.4万ETH 可见合并后 除非ETH压量剧增 否则质押释放的ETH奖励 远不足以覆盖各线烧销毁 以太坊在合并后 极有可能进入通缩时代 再加上质押激励 已经有人将TE称为链上国债 因为收益稳健 用户愿意参与 目前已经有11%的ETH 被质押到新标链 ETH市场流通量 应该会处于较低水平 这些都是价格提振因素 但同时 笔者也认为 对于一个应用货币而言 通缩模型 因为不足以满足 缓慢增长的使用需求 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 不作为投资建议 FaceDice燃烧情况 平均每天燃烧GT 3000ETH 来源 WTCHEHBURN.COM 来源 BBNEWS ETH供应曲线模拟来源 Otrasound Money 合并前后 由于TE释放和分配情况调整 验证者将接手原矿工的部分收入 验证者的年收益率将从4.6%上升到9.2% 来源 Otrasound Money 合规风险 以太坊是寄比特币之后最接近商品概念的虚拟资产 但合并可能会改变这一形象 CFEC前主席P.P.Darber就曾暗示在以PASO为共识机制的区块链上 那些用作抵押的代币将很可能会被视为证券商品 State 所以在2021年质押生态系统报告中也曾分析到由于质押在某种意义上 看起来像固定收益 这可能会招致监管者认为验证者比矿工更接近于金融实体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验证者将没有办法保持合规 所以整体来看 合并很可能在去中心化 安全性 节点收入 ETH供应上为以太坊带来优化 但合规是潜在的达摩克里斯之间 Saking诚心红利赛道 随着以太坊合并进入倒计时 Saking赛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直接质押ETH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金额门槛要达到32ETH或更多 二是质押金和利息无法立刻取出 导致很高的机会成本 三是存在节点运营门槛 质押服务商Saking and Service SDR是连接普通用户和信标链的纽带 是普通用户也能参与 SDR解决了上述三个核心问题 资金门槛 资金流动性 节点运营 SDR把用户资金聚集起来 每凑足32ETH 却能作为一个运营者加入网络 SDR在收到用户资金的同时 向用户发放对应数量的SAT衍生品 作为赎回ETH和升息的凭证 这些SAT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 从而释放用户押金的流动性 把机会成本降到零 也能参与DeFi乐高 提高资本效率 有的SDR自己运行节点 有的则是把用户的ETH押须求 和节点运营商的节点运营能力匹配起来 让普通用户省去节点配置 运行 维护的麻烦 来源BB News 整体来看 这个市场头部效应明显 从用户数量和ETH押须量的角度来看 Lidl是绝对的头部 Kawaken Bandons等 SAC因为离用户最近 并且异于操作 也占据了不少的份额 其次是向SAC一生 Figun这样的专业质押服务商 在区中心化质押流动池方面 Rock2的数据也靠前 因为操作功能同质化严重 所以STL相互间的竞争激烈 大部分此类平台 把资金门槛降到0.1TTO的 甚至没有资金限制 对应的服务费占比 基本稳定在10%到15的水平 在这些平台上 用户的操作也大同小异 Lidl成为头部主要得益于两点 一是品牌效益 二是衍生品 CS的交易深度 Lidl和Core等DeFi应用 建立了深度关系 现在Core上的EDH STL十字有12亿美元的流动性 为用户换手 STL提供了充分的交易深度 但是这些还不能作为 Lidl绝对的护城河 例如CS在近期黑天鹅事件中 就曾出现价格脱卯 Lidl也被质疑会为以太坊 带来中心化风险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 STL虚备绝对的差异化优势 用户仍然可以舍弃一家 STL而选择另一家 几乎没有阻力 从根本的需求来看 STL间的竞争将围绕用户体验 操作便捷程度 资金门槛 服务收费 需中心化程度 安全程度 SITLE深度等综合维度展开 来源 国胜证券 从短期来看 以太坊合并事件 为质押赛道带来发展红利 从长期来看 STL发展的最主要凭借 是供链生态繁荣 以及赛道本身的创新 赛道本身的创新 可能会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赛衍生品 这里将同时蕴含脱毛风险 和Defi可组合潜力 二是STL机制的创新 Rocket Pool和SSC Network 是BB News目前看到机制比较创新的 STL Rocket Pool平台通过 撮合节点运营商和用户 来提供服务 与Viddle通过到筛选节点运营商不同 任何节点运营商 都可以在Rocket Pool上创建迷你值 他们只需要质押 16ETH和价值1.6ETH的平台代币 而PU剩余的16ETH Rocket Pool会从用户端凑齐 当节点出现伐墨4H时 节点运营商的ETH会被优先扣除 RPL会被出售兑换ETH 来补充节点运营商的ETH 对于每个节点运营商而言 他们聚集的用户资金上限是16ETH 这虽然带来可拓展性的限制 但是却能带来很好的去中心化效果 SSE Network则采用了去中心化验证者技术 Dissentralized Validator Technology DVT 用户质押涉及到两种私钥 分别是取款私钥和验证者签名私钥 其中验证者签名私钥 需要不断地进行签名 离线或者恶意行为会造成罚款 所以当用户委托节点运营商 或者流动性服务提供商GIT时 需要把验证者签名私钥给对方 通过DVT 用户可以把验证者签名私钥加密后 分成多份 分配给不同的节点运营商 这种情况下 当有小部分节点运营商离线 或者有恶意行为时 整个验证结果不会受到影响 ETH会被罚目 这也将带来更加去中心化的 以太方网络 这种思路也可以被应用到 其他有slashin机制的PAS网络 8月19日消息 推特用户Quipo Beauty ETH发布推文称 在最新的以太方核心开发者会议上 已确定以太方合并的主网 TTDV58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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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以太方合并将在9月15日左右发生 此前GTOT LDFFIC LTY.com股算 合并预计将于9月15日12点29分进行 在分差前 以太方主网会进行被VTWIC分差 有预测为 如果在8月31日进行被VTWIC升级 那合并TTD约在9月15日出达 目前可以初步确认时间 这其中起到计算作用的是合并 TTD Turn and Load Total Difficulty值 TTD的存在是为了设定合并的终结总难度值 因此会先预测给定日期的TTD值 然后根据算力的变动进行调整 为了确定TTD值触达的时间 可用多项是回归的方法创建一个精确的估值 预测的精确度取决于未来算力的波动 如果算力大幅变动并且比预期的日期提前了足够长的时间 那么TTD的日期可能会推迟几天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算力平均值在EPHSO 并在5月达到峰值1.126PHS 在6月急剧下降之后 算力逐渐恢复 并且现在保持在900THSO平均值 有效的算力 上个月 算力在950TH A和780TTS峰值之间震荡 其每日变化不大于5% 如果预估最大限度的算力跌幅为30% 那么TTD值会在9月底达到 如果想为更大的跌幅做准备 必须把TTD值设得更低 当TDD产生变化 处达时间的预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因带来市场浮动 不利于升级中的迁移过程 OK下载 OE下载 ARK下载 OK的交易平台也下载 以太坊合并是加密历史上最强大的催化级之一 它的到来正在迅速逼近